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学习 老和尚的四十八院讲记 当然这一品经 非常重要 我们也听老和尚 教导当中多次较量 佛所说一切经 华言经第一 经中之王 华言经跟无量寿经比 无量寿经第一 因为华言经是十大愿往 早归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说到了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普贤十愿 往生极乐世界才圆满 那无量寿经有四十八品 哪一品第一 叫第六品 八大师院第六 所以这一品经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 一切经的核心所在 一切经的核心所在 所以这个经文 自制足迹不能划过去了 就像我们前几节课 讲到的是 文明发心愿 文我名号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奉行六波罗蜜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里 接下来是学下意和愿 那文明发心 阴光祖师有讲到 修行守重 发菩提心 讲到重点的时候 都会有配合的 所以刚刚就有声音出来 发菩提心很重要 劝发菩提心文 这是我们尽忠学人 要常常温习的内容 常常会有心情不好 就是失了菩提心 失了正念 更要培养自己 见一切事 不生烦恼 把这个烦恼转成一种怨心 叫随事菩提心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很动荡 多数地方产生战争 现在是地球村 牵一法动全身 我们遇到这些战争 我们可以担忧 可以害怕 也可以肯切念佛 尽我们一个地球人的本分 同样一件事 我们可以生烦恼 也可以变成菩提心 随事菩提心 当然这个转念 那就自己去下功夫了 别人帮不上我们忙 所以圣皇之分 在一念之间 是自己要做主的 我记得还没学佛以前 听过一句话 觉得挺有味道的 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一个人 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 是吧 你看海贤老和尚 人家打他两巴掌 他没有生机 他进入不了他的内心 他说就当帮我烧痒痒 没营养 给他骂的 一唾沫在脸上 他说就当帮我洗脸 伤不了 所以同样的静缘 有的人气了半死 有的人心量更扩大 那就看会不会用心 会不会修行 所以按照逻辑 没有任何人 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 那那个伤害我们的人 到底是谁 大家开悟没有 你心里面还有 埋怨不高兴 那是自己在伤害自己 不干别人的事情 一切法从心想生 从自己的心想 佛在给我们表演 老和尚在给我们表演 我们得看得懂 不然让他们白表演 佛陀做忍辱先人 遇到戈利王 暴君 把他灵磁处死 这样的缘也伤不了他 让他快速成佛 本来在弥勒菩萨之后的 超过了 境界没有障碍的 能障碍我们的 是我们的念头 是我们的分别执着 能伤害我们的 也是自己的分别执着 所以学佛的好处 你考虑事情 从根本上考虑 从根本上看事情 不是从知之默默 把自己的人生 搞得痛苦不堪 劝发菩提醒我们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忘思善耳 况未发乎 忘思的都会变摩业 更何况还没发菩提心 所以要赶快发菩提心 还要保持菩提心 所以这个随时都能 转成一种愿力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问问自己 最近念佛有没有比较恳切 回向给战争中的众生 而且什么事不离因果 近的可能有这几年 几十年积的恩怨 远的呢 远的是杀业造成的 欲知世上召兵节 半听屠门 夜半生 你杀业造到一定程度了 他这个恶果是不可能不现的 所以我们不只要自己吃素 不跟众生结恶缘 还要带动众生吃素 有慈悲心 当然这个带动不是太刻意了 还有机缘跟亲戚朋友 当然以他比较能接受的方式 去交流 你不要马上就 你看你身体不好啊 就是吃肉 杀业太重了 他一天不舒服了 你就先以他能接受的方式 肉里面太多这种 克蒙抗生素了 然后进一步 看多少专家学者说 能解决这个温室效应 气候异常 最好的方法 就是大家多吃素 你看这个英国皇室 这些王子们都带头吃素 这个包含刘德华也吃素 举一些他喜欢的人 是吧 出言顺人心 这个刘德华吃素 跟他女儿有关系 他太太 怀他女儿 非吃素不可 所以很多孩子是来报恩的 好 总要善用其心 不能让烦恼控制自己 要让正念提起 要让菩提心 能够保持下去 好 那我们前面学的 好 文我名号 发菩提心 发心 不能发的是空愿 心形 一如 所以发菩提心的人 会修诸功德 奉行 六波罗密 这佛 把菩萨万恨 整理成六个纲领 我们前面几节课 透过老和尚的教导 我们深入学习这个六度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净 禅定 波罗 这是菩提心 落实在处世 待人 接物当中 不能是空的 一个人 有没有发菩提心 看他跟人接触 就知道了 都没有忍辱 那哪有菩提心 他都没有礼静 哪有菩提心 菩提心最高的行词 就是普贤十愿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原成佛道 那个经文 我们后面会提到 发菩提心 行普贤道 随身他方恶趣 他方 自见勇于恶趣 或要说法 或要听法 或信神主 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 当然这一瓶是讲到 悲心狠切的人 除其本愿 为众生苦 度众的心狠切 所以阿弥陀佛 体会到他的心 你只要过来 给我say hello一下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马上 回你要 度众生的国度去 这个四十八愿 考虑得很周到 所以四十八愿 最重要是体会 佛的心 佛中之王的 阿弥陀佛的心 学习要目贤 当目其心 所以四十八愿 学完了 考虑事情会很周到 你看一开始 阿弥陀佛考虑的 所有人去了 他的身相都一样 长得不一样了 一去了 马上一比 他怎么比我帅啊 烦恼就来了 考虑得很细啊 我们现在对家庭 对团体 能不能考虑得这么细致 都要会学 我们看下一品经文 不是 下一愿 父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活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灵受忠实 我以诸菩萨众 迎现其前 经须于间 急生我岔 做阿为悦智菩萨 不得是愿 不取正觉 大家 念着这段经文 这个脑海里 有没有看到 阿弥陀佛 与诸菩萨众 来接我们的景象 这叫随文入观 要随时准备好 他老人家 跟诸菩萨众来 接我们 这一段是第二十 临终皆影院 看了这一段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心就安了 丝毫怀疑惑 忧虑都没有 虚空这么大 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 老上有时候 一个色问 帮众生问 众生可能心里有这个担忧 此事不必我们操心 到时候阿弥陀佛来带你去 所以不会认路的人 不用担心 其实不会认路的人 也不见得是坏事 你不认路 都是人家载你 还挺有福报的 我妈妈一生不会开车 都是人家服务她的 我母亲 看到钱就头痛 所以她也挺有福报的 一生不管钱 都是我爸爸帮她管的 人 不要太早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不如无事 说实在话 方向都不必辨认 佛带你去 佛来接你 大可以安心 不要再胡思乱想 要紧的是一心念佛 佛在经上 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老和尚讲这一段 应该是延续着 西方基督世界在哪 这宇宙太大了 我们在没有雾霾的地方 陈氏就比较难看到这个景象 像陈德 前几年在 英国兰彼得 晚上一望 满天星斗 你看这宇宙有多大 数都数不清 那宇宙这么大 这个理是深到极处 不但凡夫没有办法体会得到 就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彻底明了 就像极乐世界 这个国土的真相 唯佛与佛 乃能知 身闻异解 师佛志 尽其神力莫能称 你看阿弥陀经 舍利佛目见脸 一句话也接不上 所以这个 等觉菩萨也不能彻底明了 理很深 四相的繁杂 跟理之深广是相同的 所以虚空里面 无量无边的世界 无量无边的事物 也不是我们能搞得清楚 我们不要谈别的星球 就是这个地球 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动物 能不能搞得清楚 现在科学家还是搞不清楚 可见不容易 大海里的生物 究竟有多少种 过复杂了 再说的贴近一点 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细胞 我们头上有多少根头发 可见万事万物 广大无边 跟理一样的深广无边 一定要把烦恼障碍都断尽了 本性的智慧 得能完全恢复 才能明了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 那就是他的业障 所以他不能就近明了 就是有这个障碍 到如来果地 这一品身相无明也断了 才能就近明了 所以世间的知识 无量无边 身也有牙 我们才几十年寿命 知也无牙 所以你求知识 记了一大堆东西 问题没解决 还是去投胎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人 可以被百科全书 然后自在往生 所以要自在往生 是放得下一心念佛 才能往生 你知识懂得再多 那不能了生死了 但是呢 你能往生极乐世界了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你开悟了 成佛了 这些都明白了 所以因此 凡是经论上跟我们说这些事理 我们知道就好 不能去想象 不可思议 你去想 想是思 你去说 说是意 告诉你不可思 不可意 你偏偏要去想 偏偏要去意 想是浮诗乱想 意是浮说八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念头里有分别执着 你越想就越分别 越执着了 你去说 说也是从心念 延伸出来的言语 心是分别执着 不是越说越分别执着 不静则退 所以 不要想了 多念佛 烦恼一清 智慧就涨 你们有没有去 见过 每天在那一直想 开悟了 开悟不是这么开的 开悟都是 心地清静 定到一定程度了 突然个什么机缘 在开悟了 你们没有见过 一直想一直想的人 开悟了吧 一直想一直想的人 最后会脑神经衰落 还要吃安眠药 才能睡觉 所以 你一直想一直一眼 不可能与事实相应 可是这些事 我们非明白不可 明白了 就是做佛 就成佛 所以为什么要学佛 成佛 就是要彻底明了事实 真相 那要怎样才能成佛呢 这一段经文 明白地教我们 要成佛 要发菩提心 十念必身 佛提心 最要紧的 就是真正发愿 求生净土 此事偶异大师所说的 无上菩提心 没有比这更上 更殊胜的 这个偶异大师 教导到了 往生与否 在信愿之有无 所以 这个偶主 对阿弥陀经注解 是信愿行 贯穿在其中 我们看 真性 切愿 老实念佛 无量寿经 教我们什么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经 跟无量寿经 是一部经 真性切愿 就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就是老实念佛 性愿行 行就是 持明 念佛 所以 偶异大师 这一个开示 很精辟 我们真性切愿 就是菩提心 其实 劝发菩提心文 也开解到了 这些祖师的见解 是相应的 当然 偶异大师是九祖 显安大师是十一祖 显安大师说 菩提心必有因缘 方能发喜 念求生 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个就是菩提心 你念求生 静主 就是相信了 真性了 切愿了 肯切希望 赶快到极乐世界 不想再搞轮回了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不再搞轮回了 以生性愿 持佛名号 好 所以没有比这更上更殊胜的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样样圆满 你看这一院 经文里面就看到了 皆做阿维悦智菩萨 往生阿弥陀佛一加持 阿维悦智菩萨 在这一院里 我们看到 佛教我们怎么样 求往生 前面 是发菩提心 念佛 具足信愿 这一院的前一半 是讲修行 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一院 临终皆影院 是讲修行 我们看经文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富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修行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断恶修善 积公累得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人的福报事 从此刻开始 啥事都不用做 就念佛就好了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 我没遇过 我听过 谁呢 郭罗江 郭罗江有福报啊 他找到了一个好护法 地贤老和尚 当然你想 这个 太遗憾了 我没有这个福报啊 真的让你去观七天 都念佛 啥事都不用做 你能念得住吗 赶快跑出来 太闷了 太闷了 让我刷刷手机吧 我之前听 有一些长辈啊 他们修行都很久了 他说我以前这个师兄弟啊 避死官 这一星求生净土了 在这个官房里面 我去看他 一看他都跟我聊 世间的事情 所以这个 避死官呢 哪有这么容易 我假如遇到 我的同仁 说他的条件 可以一星念佛 求生净土 我铁定复制他的 找个地方 让他一星念 看看他能念多久 好 当然一切啊 随顺姻缘 人家过都这样 有这个缘 你今天家庭还有责任 你可别跑来找我 到时候 你家里的 你给我结怨 你缘不成熟啊 你硬要怎么样 会产生障碍 我们自己细细回想一下 一般来讲啊 一学佛 很激动啊 激动做的一些事情啊 难免造成亲戚朋友的误会 这个误会对我们会不会有影响 人家就比较不支持啊 或者呢 有一些成见啊 这个不关别人的事啊 还是我们自己造成 所以不能攀缘 要顺着应援修行 随缘消就业 不再造兴阳 好 所以这个正修是念佛 助修顺着家庭工作 生活处事的缘分 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 当然 你假如到了 你家庭责任净了 年纪也大了 你可不要东也要管 西也要管啊 那就是你的缘分福报到了 你还在那搞轮回 那就很可惜啊 这个我们待会再来开解啊 要一心念我啊 昼夜不断啊 所以这些句子都很重要 都不能划过去啊 好 父以善根回向怨生我 什么是善根 不可以不知道 因为佛在经上 一再跟我们说 善男子善女人 尤其是 阿弥陀经里面 好几遍 佛都讲 善男子善女人 必须要有善根的男子 女人 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希望大家 不可 疏忽了 当然我们看到这里 不能想 那五逆十二的 不是可以往生吗 我们要理解清楚啊 那个五逆十二往生是什么情况啊 他没接触到佛法 灵中才有这个机缘呢 他花大忏悔 这个忏悔的力量 很大 真心现前 了凡事训比喻 千年暗世 一灯彩照 人的真心的光出来了 千年之暗去除了 所以我们以前呢 有造作什么罪业 不要放心上 老上很慈悲的教导我们 你没想一遍呢 又造一遍呢 不要想了 再大的罪业 弥天之罪啊 当不得一个悔之 懂得忏悔了 那就可以啊 浪子回头清不患了 可以让很多人看了 有信心了 造这么大罪业的人 都能变善人 都能往生 这个烦恼就菩提了 转业障为一种愿力了 他要会转的 那假如我们已经文法了 我们不依照食善去做啊 那不就明知故犯了吗 那怎么可能往生呢 这个净土有强调啊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你再造新秧 那个业是会积累的 尽防业力发动 地藏经说的业力甚大 人敌虚敏 能生俱海 能胀 胜道啊 所以不能忽略 这个业力啊 要善根发动 不能让业力啊 发动啊 你去造恶啊 会调动过去身的 这些业的 你是善根发动了 召感的是 你过去身所积的这些善 因缘果 假如我们一心行善 你过去身那个恶因 他不起现行 我们念佛就是这个道理 一生接着一生 阿赖耶稣里面 最新的种子 都是金刚佛号的种子 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 放了很多种子 是吧 放啊放啊 你最近放的 最近放的 他都堆在最上面了 你一拿就是阿弥陀佛的种子 强者先迁嘛 我们不是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啊 哇你最近的那些是特别容易起现行的 所以以前造业不怕了 现在一心念佛啊 决定往生了 因为这个种子先现起来的嘛 那以前造的业 我们一往生了 阿弥陀佛一加持 我们成愿再来 对我们没有障碍了 哪怕是还命债 都可以度对方 没有障碍了 这个安斯高大师就是我们的榜样 他来还命债 就把这个命债的缘就转成 度对方的法缘 那就很痛快了 以前造的三恶道的夜莺 都变成去三恶道度众神了 我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不是很愿意到三恶道度众神了 地藏经不能白念 黄念祖老居士说 我们还有多少过去生的父母 现在地狱 我们一想到了 念父母恩 我得赶快往生 有能力了 就能去帮他们 好 所以 要有善根的男子女人 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希望大家不可舒服 你要是把这一句话舒服了 虽然念佛也不能往生 什么是善根 佛在大小城经典里 常常跟我们说 世间法 三善根 必须要具足 三善根是 无贪 无撑 无吃 于四出世间 一切法 一切法都不贪 不吃 即使人不贪 就不容易撑 贪不到了 就起情绪了 诸苦皆从贪欲起 不知贪欲起于何 贪欲从哪里来的 鱼吃了 因望自性弥陀佛 意念分持总是某 我们 我们 没有 随顺性德了 随顺烦恼了 迷惑了 觉得 这是我可以拥有 可以占有的 你看十二因缘里面讲 爱取友 大家看 这个世间爱取 你看男女情爱 到最后还互相伤害 你看那种控制占有 觉得自己可以占有 这都是鱼吃 不要有这种 控制占有的心 这是因缘所生 当体皆空 有没有哪一个东西 是永永远远属于自己的 我们不说别的吧 就这个身体就好了 身体都不是我们的 身外之物更不用说了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泡 小时候吹着 肥皱泡 人生就像这样 几秒钟 泡就没有了 我们居然在这个 几秒钟之内 像这样的人生里面 去贪着这么多东西 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把自己的法身 会命都障碍住了 所以不要好日子不过 我们还会生烦恼 就是这个贪 就是这个贪放不下 诸苦皆从贪欲起 没有贪了就没有苦了 所以 只要觉得心情有点不高兴了 赶快关心为要 一定是有贪求了 解灵还需以细灵人 这不是别人障碍我们的 自己的心有贪求 才会有烦恼 不是别人给我们烦恼的 好 于四出四间法 一切法都不贪不称不吃 这才具足三善根 在观无量寿经里 佛为我们开示 修敬业的基础是三福 第一福是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善 修十善业 十善业后面的三条 义善 慈善业是生口义 事实上义是根本 有义了 才会变成言语行为 所以义善是 无贪无称无吃 就是三善根 所以三善根也在三福中 你就知道很重要 没有三善根 经上所讲的 善男子善女人 就没有分了 可见这个重要 一定要认真的修学 于四出四间一切法不贪 于一切 逆境决定没有称慧心 对于一切事理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极不愚痴 不会被人蒙骗 被人蒙骗 是愚痴 这个一切事理 从事上讲 不离因果 两个字 所以身性因果 就不容易于此了 大家观察观察 我们一不身性因果 就会有埋怨出来 这情绪不好 是吧 身性因果的人不会 他就不落入烦恼 就不愚痴了 从事上不离因果 从理上讲 不离心性 我们心为什么 没智慧了 被蒙骗了 一定了 心上 就产生了 烦恼了 你随顺性德 你就有智慧了 比方 功 你大功无私了 看事情清楚了 功生明 好 成生明 真诚 你看事情明白 对人家有成见了 你就看 不客观了 不真诚了 从容生明 你的心是安定的 和缓的 你心里一急躁了 你心里就是 像乱丝一样 所以 愚痴了 起烦恼了 才会被人家骗 才会看不清楚 我们看很多历史剧 当然 别再看了 以前看过的 有没有看到 皇上旁边 有那个特别会拍马屁的 皇上就被他蒙骗了 为什么 皇上喜欢听好话 喜欢听这种 人家 巴结他 恭维他的话 那人有这种 贪 你脑子就不清楚了 所以从 从理上不离心性 我们的心性 被这些五欲六成 蒙蔽了 心上有这些东西 才会愚痴 所以要清楚 变对境界要清楚 而不贪不撑 顺境里没有贪爱 逆境里没有惩慧 顺逆境界中 修自己的亲近心 修自己的平等心 修自己一心念佛 这个叫会修了 在一切境界 清静 不往心里去 在一切境界 练平等 不要分别 不要高下 在一切境界练 提得起佛号 我们提得起佛号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所以要这样修就对了 这是世间的善根 初世间法的善根 只有一条 在三福里的 第三条 讲大臣菩萨的善根 是精静 佛教我们 菩萨福有四句 发菩提心 这是第十九月 就是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这个是精静 精静不是挂在口上 具体落实 那三福就涵盖 四出世间的善根 四出世间一切善法 都从这个善根而生 换句话说 都从三福而生 四出世间的福报 就是这十一句 我们把它做到福报 就现前 所以称为三福 所以老和尚说 修行的基础是三福 修行不能没有基础 没有基础 就像房子没打地基 一地震就垮 经不起考验 像树纹没有扎生根 风一吹就连根拔 三福是三世诸佛 敬业正英 你想想看多么重要 这是观无量寿经 的教导 决定不能疏忽 如果我们疏忽了 念佛念得再好 就像偶一大师讲的 念到如铜墙铁壁一般 风吹不露 雨打不透 也不能往生 只能说 跟西方世界结一个缘而已 这一生不能往生 就像盖房子 没有打地基 你盖不上去 它会垮掉 会倒掉 不能成功的 我们看三福一开始 效仰父母 我们修行人 首先要培养 老实听话 真干 不能挑着 我就喜欢念佛 我不想效仰父母 我不想奉仕师长 这种心 是什么状态 爱真的心在修行 喜欢的我就多修一点 我不欢喜的 再重要 我也不下功夫 这种修法 它是执着心 在境界里面在挣扎 况且人的自性 从哪里开显出来 这是地藏菩萨的表法 从孝清尊师 开显出来的 所以三福 要特别认真的修学 实在讲 这部经论所说的 就是十一句的展开而已 归纳起来 不会超过这十一句 其实 《大藏经》讲了四十九年 也是这十一句的展开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我是阿弥陀佛自称 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国土 而且是愿 愿意 我们在第十八愿的时候 经文讲的 自性性性要 自性是真心 相信 要 很高兴 巴不得现在就去 这叫药 所以这个愿是 很恳切的希望去 叫归心事件 一个人归心事件 脑子里还会不会想 我去喝杯可乐吧 我去吃点冰吧 这个对身体都不好 学佛就是学理智 对自己不好的事 别再干了 所以这每一句 甚至这个每个字 自己要去检查 那你真正愿生我国了 你表现在行为上什么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你很想去了 赶快阿弥陀佛来接我 你这个佛号很恳切 我好像前面跟大家沟通过 阿弥陀佛发愿了 而且他这个愿圆满了 极乐世界 成就已经实结了 所以问题不可能在 阿弥陀佛那边 不可能在世事发愿了 问题在我们这边 假如我们说 我想去阿弥陀佛怎么不来接我 不能起这个念头 不能起这个念头 你常起这个念头 你就开始怀疑了 你怀疑阿弥陀佛 这个就形成障碍了 十方如来 连练众生 如母一子 我们真想回家 哪有他老人家不来接的 不可能 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自己有时候看自己 不见得看得准 我们分析分析 假如很想去 心上不会放人 不会放事 不会放物 你就是一生念我 是吧 那比方 我们前面讲到 刘树云老师讲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爱真多 你想到某个人 你为什么想他 要不你喜欢他 会喜欢儿子 喜欢孙子 你所有的亲属 你都会产生这种 情侄 那这是很想去极乐世界吗 不是的 你被这些东西给拉回来 说婆 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纳 现在身体还好好的 还不是临终 你就忍不住 要去想这些人 那临终 还做得了主吗 就更没把握了 当然要冷静想想 你想你的亲人 能想多久 再来你在那想的时候 你现在烦恼 还造成他的挂碍 你不如好好念佛 回向给他 你的亲人还得真实利益了 然后你自己还 夜宵自朗 万得鸿鸿能灭重罪 考虑是不能顺着眼前的 这种执着感受 要想远一点 要跟亲人 永远团聚 只有一个做法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不然亲人 跟我们种的因不一样 下辈子都不认识了 诸位同学 你们认得 你们前世的爸爸吗 都不记得了 这是我们能体会的 你一往生极乐世界 生生世世的亲人 就知道了 你有六神通了 这么大的好处 不去太可惜了 洪一大师说的 不求生净土 不是愚痴就是狂话了 这么大的好处 要掌握住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中了佛门的特奖 这么大的奖 要掌握住 别跟自己无量节的 善根福德因缘 过不去 要想明白 想清楚 这个别人帮不上忙 我们硬要执着 佛菩萨也帮不上忙 不能贪恋这个亲情 更不要装 你讨厌的人 其实 什么事都是因果 为什么他找我们不找别人 这些事自己要想清楚了 欲知情是因 今生受着事 所以你身性因果了 你心上不会有讨厌的人了 还得债了 好事 无债一身轻 甚至也 不只不会讨厌他 感恩他 他帮我消一账 这个金刚经 讲得很清楚 善男子善女人 受此读诵此经 若为人倾鉴 为什么他不倾鉴 别人倾鉴我呢 因为先是罪业 因堕恶道 我们前世造的这些 三恶道的业因 已经是人倾鉴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 亲见我们的人 帮我们消掉三恶道的业因 不然我们还要去报道 三恶道一报道可不好玩 三图一舵五千节 你看我们人间 这几十年就没了 三图一下去 不是开玩笑的 五千节 那么长的时间 哇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不止不会讨厌了 感激都来不及了 老阿上给我们表演的很彻底了 讲完经都给 毁谤侮辱他的人回向了 我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不是很愿意这么做 还是在考虑当中 祖师说 文教变形 文了 很好的教诲 经典的 老和尚的 马上就去做 这个人一定成就的 因为他不用人家拉了 牺带更劝了 不用人家再劝导 所以我心里不装人 佛门说 修行有二十难 在四十二章经当中 其中一章 我们一遇到 修行有二十难 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有没有被这个难字给影响了 还是你一听 有二十难 迎难而上 那你就有乞丐了 了凡事讯有说 先难 修行从哪里 从难的地方下手 其中有一院 豪富学到难 富贵的人 学到难 他会染灼 你看很富贵的人 你叫他去念佛 不容易了 他喜欢去擦第一支香 他喜欢修福报 你叫他不要去喝咖啡 不要吃香的喝辣的 他很难 忍色忍欲难 你富贵的人 他富贵一现前 财色名十岁 现在面前 很难不贪着 你看 有一个 调查 显现 男人退休之后 活得比较短 女人退休 活得比较长 这是一个结果 大家有没有研究过 原因出在哪 女人退休了 哎呀 好多我想做的事啊 开始 这个做义工啊 这个 他心情很好 这个男人一退休啊 本来是总经理啊 本来都是董事长啊 都是一呼百应啊 是吧 现在突然退休了 哎 怎么没有人帮我倒水啊 但是有点闷闷不乐了 哎呀 这个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啊 警觉性要高啊 你看 这个在一方啊 威望很高 人家有什么事 哎 都会找你 包在我身上 没问题 这个是修了福了 热心公义啊 但是可不能染拙啊 就觉得哎 很享受这种被人家需要的感觉 这也不能染啊 因为人会老啊 老了你体力就比较弱了 你再不念佛会去投胎的 把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英语给干戈掉了 你再想深远一点 你一往生 阿弥陀佛跟你一加持啊 哇 你做的善事 那更多啦 而且不是在你的 这个乡村 在你的城市而已啊 静虚空变法界都可以做啊 你现在 你这一辈子 这个执着不放下了 那 损失就大了 这个得想清楚啊 放得下亲人 放得下世间这些 名誉 我也遇过一个长辈啊 迟大成经 迟了一辈子 他退休的时候啊 单位第一把锁 结果 他们每一年呢 退休人员聚会 结果到八十几岁了 你看每一次聚会 就有一些人都走了 后来 得了癌症啊 这些活动啊 还要去参加 所以这个人啊 有时候放不下 真的是很可惜啊 你都得了癌症啊 随时都有可能 无常会来啊 你这个时候还去见那么多 一见又谈 哎呀 想当年 你的心都分散掉 你怎么一心念我啊 怎么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呢 要想清楚啊 年纪大了 手机不要拿了 这个黄念老啊 假如你真的突然有一天手机坏掉了 那是可能是佛菩萨加持啊 帮助你往生做佛啊 有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体悟啊 佛菩萨 佛菩萨都在这些地方在加持我们啊 黄念老说了 你认识一个人啊 就好像你脖子上套了一个绳索啊 比方说你的微信里面有365个人 不要多 每天一个人给你say hello 给你 发个信息 你每天就被拉一下 拉一下 大家注意哦 修行 最重要的是得定哦 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让我们得定啊 所以会让我们心善乱不能得定的这些 要慢慢放下 年纪大了那就更要抓紧了 我也遇了 这些老人家了 他生病病得很重了 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接我啊 你观察他一天 就痛得很厉害的时候啊 阿弥陀佛怎么不来接我啊 稍微不痛了 就开始在那想什么人啊 就开始在那里 这个给我输个业吧 或者怎么样吧 让我舒服一点吧 对这个身体还是很多挂碍 人到最后啊 亲人不挂碍了 挂碍这个身体啊 不装人不装物啊 身体也要放下 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呢 虽然生了重病 但是念佛很专注啊 虽有病 有病啊 但是这个病痛呢 跟一般人比起来大大减轻 因为一切法 从心向神啊 你越在乎他 他就越痛 你能放得下他 他对你的影响就比较小 这个黄念佬 在报恩坛里面有提到啊 有一个同修 腰沉 很不舒服啊 这个同修很难得啊 他也把他当作修行的静缘 逆真上缘 他就拼命精进 持咒 念佛 念到呢 完全专注在 咒上面了 突然感觉 身体不见了 身体都不见了 身体都病痛了 后来他就念好了 这个理啊 我们懂得了 所以啊 要把人 把物 这个身体也要放得下 那我们还有很喜欢的东西啊 那就要告诉自己了 临终会被这个东西给牵呢 所以老上讲经的时候有说了 有人要送他古董啊 他说都别送我这些东西啊 我没有地方放这些东西 你一个古董来了 在那 很宝贝 老上就说 曾经有一个人带他 去看他的这些古董啊 平常啊 都锁起来了 很礼遇他老人家 打开来给他看啊 老上警觉性很高 老上一想 哇 他这个 对这些古董放不下 这一间房间里面呢 只有蚂蚁 只有蟑螂啊 哇 你看多危险 离不开 投胎下来 就变成那个东西了 连经书也不能贪 贪的经书 走不开了 到长经阁里面 变成书里面的虫啊 我们警觉性要高了 佛门有个公案 这个金碧风禅师 他定功很好啊 结果他寿命到了 沿着网猜小鬼啊 要来带他走了 他入禅定啊 就没有身相 人有念头了 有灵魂了 有身相了 小鬼就找得到了 找不到 这个小鬼啊 这个小鬼啊 就给当地的土地公啊 了解了解状况 结果这个土地公说 这个金碧风禅师啊 有一个很喜欢的玉做的波啊 哇 这个小鬼就有灵感了 把这个波找到了 敲他 结果金碧风禅师就出定了 就被这小鬼抓到了 你看这些公案啊 这个都是祖师在表演给我们看 讲到这里了 诸位同修啊 你们有没有很心爱的东西啊 就要学习放下了 你不要佛诸几十串啊 佛诸几十串呢 光是要念就生烦恼了 今天拿哪一串啊 你看 那么多妄念 修行人警觉性要高啊 都要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关到自己心念当中的执着 不然呢 都稀里糊涂了 阴寻苟且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衣服很多挺累的 是吧 你看打开来 今天穿哪一件呢 你在那考虑的时候都不知道少念多少身佛 哦 所以出家 这个是个好处啊 没其他的选啊 少伤很多脑筋啊 所以这个是佛的慈悲啊 三一一波 在这个物质上啊 不要有这些贪恋 不要有这些挂碍 不装人 不装物啊 不装事啊 装事是非多了 我在英国的时候 跟一个农夫啊 他种有机蔬菜 我跟他 聊了好一会啊 我跟他举了好多轮回转世的例子 因为他年纪大了 七十岁了 有缘嘛 我每讲一个例子啊 他说 可能是巧合 所以啊 人要相信轮回啊 你也不能勉强了 我们随时言语都要揉合 不要有那种说服的劲出来 反而会让人家反感 出言顺人心啊 不要执着 我看 讲了两三个例子 他鲁鲁鲁不动 可能是巧合啊 我就停了一下 停了一下 便他讲话了 他说这个人很奇怪 明明呢 我的人生经历过快乐的 难过的事啊 可是我现在年纪大了 怎么一想就是难过的事 他这个话很有道理啊 明明也有快乐的事啊 为什么不装 都装 不欢喜的事情 我们一装不欢喜的事啊 就很难一心念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 刘树云老师这一段法语 不装人不装事不装物 我心里只装阿弥陀佛 我们听了 觉得很精辟的开示 最重要的 要离有顿悟啊 是要见修了 开始放下心中的人事物 那这个要自己检查 那这个要自己检查咯 怎么检查 你佛号有没有越念越多 佛号念的多啊 外面就少 就是去想这些人事物啊 就少了 自己要检查啊 不能一天过来 一个月过来 一年过来 有没有进步啊 不知道 不能稀里糊涂的 做人做事要认真啊 更何况是修行啊 我们平常做人做事就 比较稀里糊涂的 就要改这种个性了 所以修行要认真对待 但是认真对待不是很紧张 哦 不要不急 也不要太过了 但是决定不能应许苟且 得过且过 这不行了 2024年快来了 十月中超过了 四年快过了 我现在忘过去啊 大家都是秋天冬天的人 警觉性要高了 一清念我 昼夜不断了 这两句啊 就是指持明念佛 啊 念佛要紧的是 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一心就是心无恶念 心里若有一个杂念 就不是一心 一心是专制 心不缘任何事 专心自制嘛 这才是一心 心里绝对不攀缘其他的事 只缘 这一句佛号 只缘西方世界一阵庄圆 所以我们静修节要坐下来 就是缘这一句佛号 缘西方世界一阵庄圆 幻境的庄圆 诸上善人的庄圆 诸大菩萨的庄圆 换句话说啊 你想想阿弥陀佛 你念念阿弥陀佛 你拜拜阿弥陀佛 才称一心称念 就依照这个方法 先从事修 我们讲的浅显一点 念佛人心要清静 清静到什么程度呢 不怀疑 不怀疑阿弥陀佛 也不怀疑自己 无量光寿是我本觉阿弥陀佛 我本来是佛阿弥陀佛 不怀疑阿弥陀佛 要有信心 相信阿弥陀佛 我跟佛没有差别阿弥陀佛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要有这个信心 而且要相信阿弥陀佛 是我心中的佛 我是阿弥陀佛 心中的众生 他念念想着呢 要来度我啊 他的同体大悲啊 我只要肯回去的 他老人家一定来接的 要有这个信心 我是阿弥陀佛心中的 清单宝废 不怀疑 不夹杂 从早到晚呢 要保持清静心 这当然不是一桩啊 容易是 要晓得这是从凡夫一生做佛 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是 凡夫地啊 一生就成佛啊 哪有那么容易 那么简单啊 但比起其他法门呢 念佛法门是最容易 实在也不是很容易啊 难与易啊 在乎自己有没有这个认识 有没有决心 果然认识清楚了 我没有这个方法啊 靠自己断见识烦恼不可能啊 我只有永结轮回的份啊 哇 那阿弥陀佛大恩大德啊 我得报他的恩啊 不然我出不去了 你就会很珍惜这句佛号了 就下定决心了 认识清楚了 事情就不难了 所谓万修万人俱寒 好 我们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